食農教育是政府上当中市議題 这年来南四湖南郊签计社区 推动上官的阶约 今年竟然是造成教育和教案的开发 希望透过这些教材 好变成不一样的体验 国小的学童来做一个体验 我们食農教育可以向下扎根 那如果说一般游客的部分的话 我们来做一个食農教育的体验的话 也能够了解我们 就是说我们的产地到餐桌的一个历程 那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农村旅游 结合我们的食農教育 将我们的农村的特色来推广出去 也可以增加我们的农村旅游的一些乐趣 那我们是目前台南市政府 也透过四个一个农村旅游的游城 然后来体验我们的一个 各个地方的一个特色的食農教育 那这个游城的部分的话 我们有陆续有在上网登记之中 温泽社区的特色不同 因此这些教育和教案 都是合到在地三业来设计 参加是东山姓和社区的会议歌 也有自己银瓶社区的作汤三业 我们社区也一直都在推动 感谢的食農教育 让孩子来看感谢 感谢 吃感谢 做汤 那孩子有时候 不吃过感谢 所以吃了甘蔗渣 吐了甘蔗汁 这就是很好的食農教育 让孩子知道 它的东西是怎么蒸起来 这次的整个计划里面呢 就有呈现出这个 3D列印的一个教具 火龙果的教具 那所以呢 其实整个教具呢 它可以呈现让消费者 都市者 他没有看过 火龙果的生长的地方 然后借由这个 我们插画的部分 它上面都有每一个 呈现的位置 还有它成长 开花的时间点 然后所以 它是一个非常明白 可以让消费者明白说 整个火龙果 它怎么吃 它怎么生长 就是可以由这个插画 跟我们这个3D列印的教具 做一个一一呈现 在这里有咎咎咎的设计 我们就今年 它可以推出四条农村体验的邮定 希望我们的资讯 欢迎民众准央了解 也鼓励大家 得得报名参加 今天新闻的 我们在新年 彩虹报道